被称为重庆铁鞋王的墨树林 每天都要穿着一双重达280斤的铁鞋 在公园散步 长期锻炼下来 脱下铁鞋的他可以轻松挑战 100公里越野跑 平时在家里需要买个菜啥的 他更是来去如风 轻松搞定 4月3日 墨树林穿着重280斤的铁鞋 在重庆市江北区石府山体育公园散步锻炼 吸引了不少民众住宿为官 56岁的墨树林 早年患有血栓壁色性脉管炎 再加上两个哥哥的病逝 让他注意到锻炼身体的重要性 他偶然在电视上看到有人穿铁鞋走路 他也想试试 就自己找来铁块 然后电焊 打造了第一双重5斤的铁鞋 墨树林的铁鞋重量在不断地增加 每隔几个月 他都要买来新的铁块 加码焊鞋 15年下来 铁鞋变成如今的280斤 每只厚度也由废出的2厘米 增加到现在的20余厘米 我在电视里看见一个穿铁鞋的人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自己自制了一双 当时不重 只有5斤 第一天穿了过后 脚房打了个炮 休息了两天我又穿 两天穿了一个又一个 感觉很轻松 很轻松过后 我就又加了5斤 通过15年的锻炼 我从5斤开始 隔两三个又加5斤 隔两三个又加5斤 现在已经加到了280斤一双 三年前 墨树林申请加入了重庆的跑团 开始参加各种跑步比赛 2019年 他报名参加了贵州赤水河谷 超级长跑黄金大奖赛 最终以11小时38分钟 完成了100公里超级越野跑 墨树林说 脱下280斤的铁鞋 然后穿上其他鞋子走路 跑步就非常轻松 鞋别穿了铁鞋运动过后 脱下来那一整天 他感觉人是很飘飘然的 很轻松的 当然要平常走路买菜啊 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 我不累的 墨树林酷爱运动 每天除了穿铁鞋帆布外 他还要跳绳 跳轨步舞 跑步来锻炼身体 墨树林说 参加体育锻炼 让他越活越年轻 身体也变得非常健康 他非常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实际上在我心目中 我根本没认为自己脑过 在一次开同校会的时候 给我的感受很大 当时我的同学 都是五十几岁了 走进去看 他们都比我老很多 好像只有我最年轻的 他们都有很羡慕的眼光看我 感到很有成就感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